一个文化它要发展必定是需要它的一个方法一个途径 现在就是说是一种这样子的一个媒体 然后来做这个文化我觉得是很好 最喜欢的草牌是什么 O4还有Spring 最近最喜欢的球鞋是什么 Ralph Simon 跟阿滴打死的合作 然后最想给龙姐买的时尚单几是什么 包吧 女孩女人都喜欢包吧 金哥找了188的意诀 靠ice cream吹捧 别人这么颜值很难打 你怎么回答 别打脸 打脸还怎么靠颜值吃饭 然后你最想和哪个外国换脸 我觉得都是别人想跟我换脸 然后为什么最近开始说土味的情况 我觉得我说出来的不算土味吧 因为我又不土 我觉得我说出来应该是情话 比较深情的那种 对 然后最近最喜欢手机做的拿换脸 对 然后最近最喜欢手机做的拿换脸 嗯大鼻孔 然后说说你的毛鸡 是最近想得到不错吗 我很喜欢它 我觉得是时候碰面了 可以抱一个棒的食物 你拍摄的想要吗 拍摄一波咖啡 邓子奇卖片 然后请艾斯认真的讲书 你说EF会变得到 第一个排名部分先 一个透明的小V卡 然后向遥 然后住进耳朵里 然后一个夏日海鸥 然后 然后还有一个是 Double One 为什么红了以后 平安局就翻牌了 然后算了 大家也会再给他击度 接触说唱是 八年前嘛 但是接触了之后 然后又过了一两年才开始做 父母的观念的话 也是比较属于那种传统一点的 他们就会觉得 比起现实跟梦想 一定要让我选择比例 赞中现实多一点 就是你一定要看清楚现实 那么你才能去追求你的梦想 中国肯定是有说唱的 只要中国有rapper在做 中国肯定就是有说唱的 那么有很多人其实也是很偏激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就觉得 这样子大曝光的平台去做了这种文化 就会觉得变质了 就会觉得说 都是噱头 一个文化它要发展必定是需要它的一个方法 一个途径的 那现在就说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媒体 平台然后来做这个文化 我觉得是很好的 不管说出来的结果是不是被所有人都喜欢的 但至少hiphop的这个文化被大家被你被我被身边所有人都去了解到 现在的我们做音乐的这个圈子里面有太多的有才华 但是被埋没被人看不见的一些人人才 然后呢同时大家这个圈子没有达成一个互相帮助 共同进步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那些不太出名 但是音乐作品很棒的人给予他们支持 而不是谁谁谁火我就只会去关注它 而去忽略了这首歌到底好不好的本质 让我猜到你这首歌的曲子 来到中国的歌的歌曲 有什么你觉得 什么你觉得他的歌曲 什么你觉得他的歌曲 什么你觉得他的风格 他有好风格 他很像一个美国人一样的歌曲 他觉得他可以相伴的美国人一样的歌曲 可能 你觉得他们能相伴的美国人一样的歌曲 我肯定会可以 我肯定会有些人不说的 我看到一些人还没说英语 或是没有美国人一样 你也还能够成为拍手以为人身上 所以我认为他们可以 今天有人夸我 我肯定还是挺高兴的 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吧 其实我平常还是两种吧 我平时穿它还是两种吧 要么就是我是很休闲很运动 要么我就会很正式一点 我很喜欢黑色这个颜色 因为它给我带来的感觉是有无限想象的可能性的 第二我觉得我的性格其实也挺黑色的 我觉得跟风两种嘛 第一种是这个人他去做这件事情 完全是出于他对这件东西的热爱 正好他喜欢的东西被大家都所喜欢 所以他会被误解为跟风 还有一种跟风就是 他对于这个东西之上的东西喜欢 比如说他的偶像 或者说他喜欢的谁谁谁谁谁 或者说大多数人他身边都喜欢这个 所以他会去选择喜欢这个 但其实他是对这个他喜欢的东西不了解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跟风没有关系 但大家一定要去理性的跟风 就是你可以去喜欢这些东西 但是你可以试图的去了解它 再去喜欢它 其实这个推荐大家很多牌子 大家都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像我说的 怎么样去搭配好才是最关键的 我觉得五位制作人的话 我来说的话就是分成两派吧 我觉得狗哥跟月哥是属于一派的 他们可能会永远都属于老学校一点 然后其他 Chris 然后 Z7G 然后微博哥的话 他们三个分在一组 是觉得我觉得他们现在是属于 穿搭会比较 时尚先锋一点的那种感觉 我心中排名三个最潮的选手 好那 首先把我排出去不说 咖喱 Blow 就当好 对